一只看頭沒看油門一敗直接衝出入口 駕駛嚇到長按喇叭 沒想到下個入口停紅燈時 騎士氣到失去理智 把車擋在前方攔桌去路 不斷揮手很嗆要駕駛下來輸贏 社會在新北樹林保安街二段 駕駛好意按喇叭警示 近朝攔車嗆瞎 全車家人飽受驚嚇 最後騎士一致看到駕駛要打電話報警 才趕緊騎上車 揚長而去 而同樣驚悚場景發生在新北新莊某抽傷外 黑翼刺青男把白衣男大力撂倒在地 但行蹤怒火還沒消 拿起安全帽等對方爬起身 再往頭部凶狠狂敲 白衣男瞬間亮相往後退不敢反擊 尾關民眾趕緊上前勸架 街頭暴衣影片被PO上網 警方火速尋現逮人 原來被打的白衣男子 喝醉酒後隨機找人攀談聊天 被拒絕後還亂槍罵人 刺青男不堪其擾 一氣之下持安全帽瘋狂毆打 造成對方頭部多數操挫傷 暴力攻擊事件還沒完 新北新店某社區騎樓 富人正要外出遛狗 沒想到白衣男子突然從遠處拔腿狂奔 衝到狗狗前方 富人驚嚇跌倒 下一秒對方竟然揮拳狠揍 嘴巴不斷恐喝怒罵 揚言要殺了女侍主 附近住戶趕緊跑出來查看 並且打電話報警 女侍主事後提告恐嚇等罪 只是社區大樓外出現怪異男子 還隨機亂攻擊 讓住戶們膽戰行驚 這位黃軍神關於新北報導